大家好我是小張 我們今天來到台中的中央書局 由這個瑪莉亞基金會所舉辦的 Mary Young老派快樂襪 今天也推出了2.0版本 也希望大家可以穿好襪做好事 讓我們一起看看現場熱鬧的樣子吧 馬上就要聖誕節了 2022年11月1號上午10點 瑪莉亞基金會特別在台中市中央書局 舉辦一場旧城新故事 Mary Young的老派約會快樂襪記者會 希望能夠達成賣出一萬盒的目標 瑪莉亞基金會特別恳求社會大眾的支持 讓喜歡繪畫創作漫飛的天使 能夠在被關懷的環境當中 學習一技之強智力更生 透過這個過程去理解心之障礙者的一些的 他的一些理念跟視角 工作者變成能做工藝的助人者 而且瑪莉亞快樂襪還請來了專門的老師 教導如何設計製作 也融入台中舊城區的著名地標跟可愛圖案 六組款式的襪子 每一雙都充滿了創作者的美感想像 做一些宣導介紹推廣 所以呢謝謝瑪莉亞基金會真是給我這一個榮幸 讓我能夠來為Mary Young的我們年輕朋友 他們畫的畫質做成的襪子不敢說代言 一起來協助推廣 這是中葉畫的對不對 對 對而且他們真的很喜歡畫畫 在畫畫的表達表現力上面 我也都看得到說真的非常的豐富 瑪莉亞快樂襪聖誕節主題禮盒 11月1號早上11點開始 準時在募資平台開賣 一次購買ABC三組只要566塊 還獨家贈送限量T恤一件 目前已經有很多善心企業及個人認購 瑪莉亞希望能夠募資500萬 作為身心障礙人士庇護工廠的營運基金 呼籲社會大眾能夠多多支持跟鼓勵 記者 陳文旭 蕭曹全 張佩琪 台中報導